另外比较花絮中的部分 我们看到学生这次冲进行政院 没想到意外带动了太阳饼的业绩 好 当时学生不是冲进去破坏办公室 然后清理过后 这个行政院的副秘书长肖佳琪 就对着镜头大声的抱怨说 他放在办公室里面的太阳饼被吃掉了 从屏东订的蛋糕也没了 结果网友就故意订了1500克的太阳饼 直接寄给肖佳琪说要让他吃个够 但是被行政院拒收退回了 好 其实本来就不能够没有获得同意 随便拿走别人私有的东西 但是呢 肖佳琪可能真的很担心 外界会觉得他太计较了 所以出面说年轻人饿了就吃 没有关系 还幽默地说自己带动了太阳饼的业绩 对玩具 谢谢啦 拽机变快递太阳饼来到行政院 却被打了回票 1500克饼改送这 转个弯来到青岛东路立法院大门前 谢谢肖佳琪 吃太阳饼了 静坐抗争学生谢过肖佳琪 但听得出来 语气酸溜溜 肖佳琪挨不住网友冷嘲乐缝 自己跳出来澄清 真的没那个意思啦 年轻的朋友肚子饿了 吃这个太阳饼等等啊 包括矿泉水等等啊 那我相信啊 社会上大家所遵守的 希望大家都能够 按照法律所允许的来作为 那如果是朝会到法律的允许的话 让我相信我们社会上 大家都不会去认同 由自己一末 但太阳饼业绩瞬间翻红掌 从24号一大早 业者订单接不完 而且通通庶名要寄到行政院 送给肖佳琪吃个够 你要订太阳饼吗 太阳饼的话有分 市长打电话给我 他说有一两家公司 谢谢做他们最近的太阳饼的 订货非常的多啦 一句话意外带动台中名产太阳饼生意 肖佳琪恐怕始料未及 企图幽默澄清 但一场流血学运冲突 正愿史无前例遭到破坏 我们的政务官关心的却是 这屏东耶 屏东的蛋糕 他就被他们吃掉了 那我台中带太阳饼上来 送给同志也被他吃掉了 一块太阳饼对比一场镇压 也难怪全民讽刺 网友哭手 丝毫不给肖佳琪一点面子 三立新闻 三立新闻